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近日 網傳一張圖片 疑似中共某省委宣傳部對外宣傳署 及同屬宣傳部的政策法規研究室 意識形態署、宣教署、新聞發布署發出的通知 通知說 部機關要確定5人作為跨境交流專用通道使用人員 要求相關處室推薦1人作為宣傳部使用人員 並填寫東風APP使用人員信息登記表 中國數字時代網民分析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 中共在使用更精細化的方式管控網際網絡 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不斷封應用 拆梯子 讓普通民眾與外網徹底隔離 但同時 胡錫進之類的宣傳人員 卻可以自由出入對內洗腦 對外講中國故事 以其實現對真相的管控 大陸一位不方便署名的律師向大紀元表示 這些意識形態的機關 他們還在採取中世紀 也就是冷戰時期的方式 來建制人民的思想和控制人民的信息 首先這種做法是很荒唐 中共當局他們自己為了輿論管控、欺騙 又需要去了解什麼是謊言、什麼是真相 從這一點來看 說明他們沒有跟上大數據、人工智慧的時代發展 該律師指出 他們處處重兵把手 處處陷於人民獲取真相的包圍與遺竅當中 得度多助、失度寡助 他們的方式是難以為是的 包括他們內部這些所謂輿論維穩人員 輿論穩控人員 宣傳口這些角色 本身被當成工具、手段 人算不如天算 人生是無法被騙殺的 他們達不到目的 最終會破產 這也是這個荒謬時代的歷史見證 北大學生吳同學向《大紀元》表示 這個文件針對的 就是那種被中共特許突破網絡封鎖 訪問場外網站的網絡五毛 或者信息搜集員 並且還有專門的APP 反映出類似的事情已經成建制、成規模了 他還說 中國普通百姓翻牆 卻遭到嚴厲的封鎖和打壓 梯子也即是破網軟件 經常斷線或失靈 這種只准周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的做法 自然會引起民間的普遍憤怒 文仲元先生向《大紀元》表示 看到這個所謂的跨境交流 感覺實際上就是專門翻牆到 網際網絡場外搞外宣 網民發推說 大陸普通人翻牆上網 相當於無時代的偷聽敵臺 要被判罪 這個專用東風APP所謂跨境交流 即中共大外宣別動隊出境作戰 這是繼大陸監獄犯人 網兵跨境作戰後的 有一支免費五毛網軍 作戰陣地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 中共事實上早已對自由民主世界開戰 也有網友說 確實有25W到30W的五毛 天天在場外搞滲透和統戰 東風要壓倒西方了 這樣的人必須政治過硬 驚得起考驗 而且還要定期做思想匯報 還有網友說 跨境交流 又學了一個新名詞 其實是門生意 特許翻牆加載篇五毛 加合同工五毛 加自願五毛 生態就起來了 這幾個部門濃濃的真理部色彩 翻牆兵 這是命令翻牆 對於五毛翻牆體外面的世界 時事評論員徐欽皇曾表示 中共現在正強化統治與宣傳模式 但中共目前最擔心與頭痛的問題 是擋不住中國民眾 翻牆觀看台灣政論節目 還攻擊與批評中共 更慘的是部分五毛 小粉紅看完節目內容還被說服 互相下人口 在這裡 全身 什麽